第四課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Johnny 那今天是我們小教室的第四節 第四課 那我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刷和弦 刷和弦乾淨刷 那首先我先講一下今天我拿的這支琴 這支琴是Qualeg的琴 因為最近有很多朋友會在網路上留言 還是發訊息問我說有看到這把琴 這把琴它的聲音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是玻璃纖維 它是玻璃纖維的材質 它不是木頭 所以它聲音刷起來是比較不同的 第一棒的聲音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今天要教刷弦 刷弦其實它有很多的方式 像你可以用一隻手指頭 你也可以用全部的手指頭 還是你可以用不一定有哪隻 那我們現在介紹的是我們先用食指 等一下說的刷弦動作我們都是用食指 然後來做上下動作 那在這麼多的節奏裡面 首先我們要會得有兩種 一種是直接這樣子下上下上 數一二一二一二 這樣直接這樣刷的 那刷起來感覺像這樣喔 一二一二一二 下上下上 我會用到我的指甲 下上下上 好 然後呢 第二種方式呢 它在數拍的方式 就不是像一二一二的 我們會數一二三 然後下去的時候是第一 然後上來的時候是三 變這樣 一二三一二三 一二三一二三 一二三 一樣的一個歌曲 你用這樣子不一樣的這樣子的節奏去彈它的時候 整個出來的結構啊 跟整個味道就會改變 那我稍微吃飯給你的朋友看一下 像我們先用第一種 然後我們現在來改成第二種 然後對 然後 一樣的和弦跟聽起來的味道就整個風格是不同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有的同學會問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怎麼樣來做一些我音色上的變化 因為像我們剛剛這樣刷的時候 我們是用食指這樣子下刷 上來的時候也是食指 所以這個聲音是比較柔和的 那如果我們上來的時候改成用拇指 這樣就會變成上也是用到指甲 下去也是用到指甲 上也是用到指甲 這樣聲音就會比較清垂 那聲音聽起來不一樣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喔 那是因為這樣子的東西比較不是很好去練習 所以在一般初學的話 我們也會先建議同學說 先把一隻手指頭的這樣子的律動 先練習熟悉了 然後再來挑戰一些比較困難的 還有在彈的時候 我們大家同學記得動手腕 我們不要動到手臂 不要用手肘這樣去刷 這樣大家有一天你彈到比較快 比較難一點的節奏的時候 你速度會來不及 譬如說像這樣子 這個全部是靠手腕的一個律動 所以同學要能夠掌握 那今天我們主要的就是在教節奏的刷法 那希望同學回去要練習一下 謝謝大家 我們下集完 我們下集完 by bwd6